你知道为什么饭店里做的豆角焖面那么好吃吗 看完了我这个视频你就是再学不会 我就拎着面条和豆角善家教你去 家伙们好 今天分享一道豆角焖面的做法 首先呢将豆角改造成小段 土豆啊给它改造切成粗粗的细条 再切一点的五花肉丁 起锅烧点油 下入五花肉啊给它炒至变色 葱姜蒜八角干辣椒炒香 加入一点的老王头特别的提味 加入酱油和牦牛炒香 加入一点的黄豆酱炒出酱香味 下入土豆和豆角 开大火啊将豆角和土豆咱们多翻炒一会儿 加入清水没过土豆和豆角 一点的盐味酥鸡粉调味 水开之后啊咱们先炖十分钟 手机有电子家人们老弟商量你个事呗 就是给老弟点个赞呗 就是对着屏幕点亮下就行 老弟谢谢你了 倒点之后啊下入手工面条 扣上锅盖啊再炖十分钟 出锅之前呢撒上蒜末 用筷子呀咱们给它翻拌均匀即可 豆角焖面就制作完成了 这么做老香老好吃了 下词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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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词!